编辑的小叮咛小技巧 我们在编辑物件的时候 有时候靠滑鼠移动并不会很如你预期 那移动的位置是不是刚好 有时候很难确定 比方说这样子是不是符合我要的 那建议你一定要利用滑鼠的右键 多旋转一些位置来看 才能看清楚全貌甚至缩放 缩放来看 东西有没有符合你的位置 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你在缩放的时候 你也特别要记得物件的大小 在善用尺 这支尺 你要知道你的物件多大 如果物件很小的时候 那我们3D印表记印出来的东西是很 就会变成很细微 它就没办法的印得非常好 要注意一下这个物件太大 列印的时间又很长 那物件大小是不符合你需要 善用尺规 然后滑鼠右键旋转 旋转角度来看 滑鼠的滚轮放大缩小 滑鼠的滚轮压下去不放可以移动这个 一定要善用这些技巧来 调整你适当的物件 另外一个就是使用 这个房子 归位 归位之后 这个物件可以移动 然后高度也一样 有些人一看看起来这个OK 结果你一推开来看 原来 这个物件跟这个物件 并没有合并在一起 变成悬空的 悬空的时候 再列印就会有问题 那你如何拉散 会让它黏在一起 物件的高度 这些小技巧你一定要特别善用 这样子你才会 画出你自己适合自己的 需要的一个图形 不然 这些这样画起来的图 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没有 没有什么意义的图